越簡單賣越熱賣 老台中人就愛這便當 什麼? 買便當也要拿號碼牌? 有沒有搞錯? 金之源炒代辦 從綠川溪街的小店起家 店名來自早期 這個令炒邊的飯袋 但用了幾年就因成本過高 無法再用 現在只能當店寶 我買45塊 那時候一碗洋蔬麵 沒寄的話是5塊錢 50年前就這麼貴 但招牌的排骨飯和雞腿飯 就只有一塊肉 一點點學歷紅和幾片小黃瓜 配菜少得可憐 民國83年就突破百元 現在賣130元 想喝湯還得另外買 但還是吸引許多人 無瓜正經營 他們來做秀當主持人 然後張貝啊 他們到現在都還有來 雖然貴 但受歡迎是有理由的 排骨是選用當天的 溫體代骨大理雞排 每天中午到貨後 一塊塊切開 再敲打斷筋 放進蔥 薑 蒜及泥酒煮的醬料醃入味 油炸時還一邊甩油 因此酥香不油膩 排骨吃來厚食多汁 帶著醬油鹹香味 雞腿排也是剖開後 以同樣的醬料醃漬 每隻足足六兩種 炸的外酥肉嫩 入味不死鹹 果然很爽脆 而白飯上這黑黑的配菜 是用黑糖及醬油炒8小時的雪梨紅 入口有海苔酥的風味相當特別 老字號便當看似不便宜 但總是要親自嚐一口 才知道是不是真有價值啊 動新聞 解吃的是懷舊報導